字幕 李宗盛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尼克辛拳擊的頻道 在這部影片 我會教你該怎麼在移動中出拳 然後會一步一步的教你 也會示範給你看該怎麼做 常常出學者在學習拳擊的時候 我們拿右手直拳來做舉例 通常你的教練會叫你 腳步要踩穩 重心穩定 手拿起來 臀部做轉動 經由臀部的旋轉 帶動你的腳 帶動你的肩膀 把拳旋轉 全面轉正 手臂延伸出去 打擊出去 這樣子的方式 非常正確 直拳就是應該要這樣子打 但是 這種的直拳 會不會有效 它只會有效於 對手站在我前面 不會動 我也站在這邊 我也不會動 那我們在一個剛剛好的距離 蹦 我才能用這個拳 去打擊到對手 那可能你有看過拳擊比賽 通常 鈴聲一響的時候 兩個選手 在對峙的時候 會先處在一個 叫做安全的距離 那這個安全的距離是我 手伸直 我也碰不到對手的距離 那如果 一開始鈴聲響 兩個就直接到對手攻擊距離 對方的攻擊距離 開始互相打 不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這樣子就很像機器人在打拳 那拳擊 主要的是 你要打得到對手 但是你要讓對手打不到你 這個才是 拳擊運動你能獲勝的關鍵 所以你需要去學會移動中出拳 才能幫助你更好的去命中你的對手 有一個想像的練習 那我很喜歡用這樣子的練習方式去做想像 你可以想像 在你的手腕上面綁著一條 細繩 然後連接在你同側的腳踝上面 所以我左手手腕綁著細繩 連接到我的左腳腳踝 右手手腕綁著細繩連接到我的右腳腳踝 所以當我的左手動的時候 我的左腳會動 我的右手動的時候我右腳會動 對 這樣子的狀態去做想像 那在這個想像的狀態裡面 我要你去打出前手 正如我剛剛講的 你綁著一條細繩 所以你前手 出去完全伸展的時候 你的前腳會正好接觸到地面 同時間接觸到地面 那我不要 用墮步的方式去打 我不用這樣消耗的能量 我就順順的踩出去 當我接觸到地面的時候 我的前手臂是伸直的狀態 在這個狀態之下 如果我打出我的右拳 你可以看到 我的佔據太寬了 然後我整個人也沒有重心 那我不要在這麼重心不穩定的狀況之下 打出我的1,2直拳 所以 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要做的是把右腳踏進來 那我剛剛前腳踏多少距離 我右腳就要跟多少距離 我前腳踏15公分 我右腳就要跟15公分 打擊出去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狀態之下 就回到了我們 剛開始 打右拳的 重心很穩定的姿勢 有一個重點你可能注意到了 我的右腳踏上來的時候 我會在空中 轉動我的臀部 上來 可能大家都有被教練講過 你腳步要踩穩 踩穩轉動 才能出拳 但是那樣 是在你原地出拳的狀況之下 做出拳 那我們如果要在移動中出拳 你的後腳跟上來的時候 你需要在空中 轉動你的臀部 所以 我兩隻手 有很好的連結 我前手踏出去 完全伸展的時候 前腳同時接觸到地面 那我右拳出去的時候 我在空中 轉動我的臀部 踏上來 這樣 讓我維持一個很好的重心 那就回到了我們剛開始 一開始打右拳的 很好的重心和姿勢 這樣子去做 這就是往前 的 移動出拳 1 2 那如果我們要往後移動的話 我們的 後腳要先踩 右手要先出 所以往後移動 我的右手 一樣我是保持很好的連結的 我右手先出 一樣 可以在空中 轉動你的臀部 踏出去 回來 所以記住 當我手臂完全伸直的時候 我的腳是在同時間接觸地面 往後 往前 跟 那這個就是前後的移動 那我們左右也是 運用同樣的一個道理 我手 腳 都建立很好的連結 左右移動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往哪個方向移動 你哪一側的腳就先動 我要往左邊移動 我的左腳跟左手 就要先動 像是這樣 1 2 那記得我的後腳一樣 是在空中轉動我的臀部 把 拳給帶出來 所以往左 我左腳往左邊踩多少距離 我的右腳 就一樣要往左邊踩多少距離 那往右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要往右邊移動 我右手右腳就要先動 那可以看到 我在移動出拳的時候 是有一個節奏的 試著去找一下這個節奏 那會幫助你 更順暢的在移動中出拳 當你熟悉的這四個方向的移動 你就可以試著玩玩看 往前 往後 往左 往右 可以四個方向去做練習 那當你都很熟悉了 你就可以加快一點速度 那可以試著 各個方向 都去做移動 練習你的協調 練習你的移動出拳 那相信 當你熟悉了這個技巧以後 你就能夠在 對打 或是比賽中 更好的打擊到對手 今天分享到這邊 如果這部影片為你提供到價值的話 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追蹤我的IG 謝謝你的收看 掰掰